高雄一名张姓男子因为和妻子吵架外出喝门酒 开车返家的途中停红绿灯竟然睡着了 警方敲了五分钟的车门驾驶才醒了过来 不过驾驶看到远景太紧张了 竟然误踩油门想要逃逸 没想到撞上前方的警车最佳一等 远景下车敲了车门五分钟 车内的驾驶一点反应都没有 因为正风凌晨又几杯黄塘下肚 停红灯却停到睡着了 警方是卖力敲了五分钟 这名花糖驾驶才慢慢醒得过来 不过这回醒来看到警察大人实在吓傻了眼 一个不小心踩了油门直接撞警车 满身酒气的张姓驾驶因为小孩的课业问题 和老婆起了争执 外出到烧烤店借酒交愁 没想到烦恼没解决实在愁更愁 满身酒气还对远景闹了脾气 甚至要求充宽处理 无言乱理啊 说简单处理啊 但是警方只是酒车啊 经酒车指定点巴士啊 一共共会减一送 而这名张姓驾驶之前 才因为酒驾被调扣驾照 这回又酒驾无照 还得吃上一张九万元罚单 轻车的修缠费用也得买单 看来这碗的借酒交愁代价还真不小 记者马亦文宋德威高手报导 belki你不太乱了吗 那我可以吃了我们重要的